第一件事就是要先把頭髮綁起來 再來要拿掉我的隱形眼鏡 因為我不太敢碰到我的眼球 所以我會用這個方式把隱形眼鏡拿出來 然後發現放大片真的超重要的 第一個我先用LOREAL的眼唇卸妝液卸我的眼妝 也會順便把臉上的妝先卸掉一些 這個眼唇卸妝液屈臣氏和康氏你們常常在做買一送一 那我看到的話就會先買起來放著 我會用卸妝棉包住食指卸我的內眼線 油畫睫毛膏時也會用這一個方法 把睫毛往上推來卸睫毛 卸全臉的部分我是用法國貝德瑪的卸妝水來卸 那我通常會用三片化妝棉來卸我的全臉 因為它是卸妝水所以一點也不會油 就不用馬上卸完妝就要去洗臉 可以先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 通常三片卸妝棉就可以把全臉卸乾淨 但如果當天妝比較濃的話我會用四五片 盡量卸到讓化妝棉上看不出來有妝的顏色為止 去角質我選擇用去角質凝膠 那去角質的話如果有化妝建議一個禮拜兩到三次 如果覺得卸妝已經卸得滿乾淨的話我會先去角質再洗臉 如果覺得沒有卸得很乾淨我就會先洗臉再去角質 我是直接買擠出來就是泡沫式的洗面乳 搭配我的洗臉機來洗臉 慢慢的在臉上畫圈圈 那這個Clarisonic的洗臉機雖然有點貴 但是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不誇張真的用了這個洗臉機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臉有洗乾淨的感覺是這樣 現在我已經不能沒有它了 那我覺得洗臉是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真的有洗乾淨的話保養品之後要上也會非常好吸收 再用按壓的方式把臉擦乾 然後我很喜歡摸乾淨的臉有點怪 現在最近的保養我都試用之前在週年期買的這一罐乳液 它的質地很輕有一點像泥膠 我會混這一款美白的水泥C粉 其實我保養都是看心情選用哪一些保養品 因為我覺得只要臉有卸妝卸乾淨洗乾淨 不管它什麼保養品都是很容易吸收的 那如果我不染的話一個禮拜大約會敷臉一到三次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訂閱還有按讚喔 下次見囉掰掰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十一月我的愛用品有哪一些 那十一月我有五樣化妝品 還有一個香水和歌 口紅類 第一樣這個就是妙巴黎的 妙巴黎煉髮魔幻經典唇蜜 我其實買了三個 但是我最喜歡的就是七號極致裸粉 那這個顏色我覺得粉紅色加膚色混在一起的顏色就會變成這個顏色 就是